你第一个你要告诉我你的合格分数是几分 那因为我固定现在60分 那如果以后你这个分数不确定是多少分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在上面加一个什么 一个变数叫X好了 这个X是我们自己取的 X等于什么 等于问一下使用者说 请问一下哦 你的那个合格分数应该要几分吗 那在那个VBA里面就是要记得有一个 对话方块跳出来叫Input Input Box 刮胡 这个InputBox就是跳出一个那个对话方块 对话的视窗 然后呢要给他讲说 问他问题说 合格分数为多少 假设是我这边合格分数好了 假设这样子 你就是问他一下 合格分数问号 OK 然后里面记得是一个字窗 前后刮胡起来 也就是说 这个是将来会跳到那个对话方块那个地方 因为到处他会打一个分数给我 比如说80分 就会丢到X 所以将来就把这个分数怎么样 改成X就好了 也就是说将来 这个就用X来代替了 不见你6 所以以后啦 反正你会动的东西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一个叫InputBox 这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InputBox 它的妙用如何 好 这个时候我其实只有改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同学问的 我马上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先清除掉这个范围 按下成绩本来是直接跑的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跳出一个InputBox 合格分数 但你这个叙述我是因为随便打几个 你也可以打很多啦 也许你的user是不太OK的 你就多打一些 然后让他知道多一点讯息 那比如80分 80分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刚刚的条件是60分 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如果80分都按确定 它输出的结果 全部都不合格 那因为我这边条件 这边有80 我看一下我的条件是不是没有等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80 理论上应该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我再跑一次 这边先清除 这边假设是80 80过来就按确定 看一下这个80 那理论这里面的话也是80 所以理论上 应该有个等号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奇怪 它为什么全部都不合格呢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这个过来是80 可是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80 这两个80不同 我也是一样讲过 就是说 前面那个是数字 后面是什么 文字 所以如果比较正确的就是说 你还要再 比较 就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他们两个格式不同 你要转换一下 那转换 怎么转换 一般是直接在输入之后 先把它转向 转换的方式就是 C C就是转换的意思 INT 用这个函数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CINT 也就是说呢 把你给的 也许是文字 转换成什么 转换为 这个这个 转换为数字之后 再来判断 那我这边有设一个中断点 什么 这个中断点 意思是说 像刚刚我程式 有BUG了吗 但是有时候 奇怪到底哪里有错啊 我这个看不出来 错在哪里 有的习惯 教各位一招 就是你可以在旁边这边 设一个所谓的中断点 点一下意思就对了 有没有在灰色地方点一下 这一行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程式要停下来的地方 那也就是你按下执行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停在这里 不会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输入过了 那因为输入完之后 会有个值 会跑到这边来 你只要把游标 停在上面 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哪边出错 比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说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我也不急着去 去去去去 从头看到尾 我就是大概知道哪边有错 我把它停在那边 那它会有一个箭头 这个就是所谓的中断 中断点 那这个箭头表示你程式跑到这里 那你是不是 你可以马上改 改完之后呢 因为程式要往回走的 要重来 一般如果其他的语言是停掉 这个有个停止 再执行 那可是VBA 我觉得它很棒一点 它可以把这个程式拉回去 拉回去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程式倒车 倒回去 倒回去 可以再重跑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直接 倒回去之后再执行它 好 这边的话输入80 再按一个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游标再放进来 你会发现 X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没有双引号的80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不会跑合格呢 我们来试一下 跑到合格 有没有 因为它有等号 因为这个是80 这个也是80 所以两个有相等 因为大于等于80 都算 所以合格 好 那再下一个 如果说因为你要一直按那个 下一步下一步的话 是增错里面的什么F8 我刚刚是按F8 所以它要往下 那如果说你希望它跑完的话 你就把它执行了 可是又停住了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确定没问题的话 请你再把中段点拿掉 再把它执行过 它就不会停下来了 OK 全部跑完了 好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是 同学额外的 遇到问的问题 里面几个重点 一 如果你的词是 不 就是说可能会改变的 那你就可以用Input Box 去取得使用者 说可能会改变的 也不愿意 感谢观看